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配个红色吊带的小背心 那这个妆容也可以称为开脸妆 希望你喜欢这个妆容 详细的教程进往下看吧 先从眉毛开始 再画鼻子的阴影画出鼻梁 像我这个脸皮的鼻子是看不出鼻梁的 所以加阴影的时候在这一个三角区域 就是我这里要加深一点点 然后现在就看到整个鼻梁就出来了 今天要画的是一个浓岩湖系的眼妆 那么也会带有一点甜蜜的氛围感 所以会用到一个玫瑰颜色的眼影盘 像这些的玫瑰颜色的 就是用浓岩湖的先把这个大范围的眼睛的灵火线来打平 然后在下眼皮的时候也带过一下 就是拿起红色把这个上眼皮的二分之一处画一下 就是预养极变 然后下面下眼皮也要带过 再贴上这个双眼皮贴 还有假睫毛 看到了吗 就是其实侧面下面这一条才是这个货残线 就是侧面下面这一条才是这个货残线 然后呢这个呢是这个上面的这些颜色 然后轻轻的带过到下眼皮这里 然后呢就看出 然后中间的话呢是用这个浅色的这个 画一下这个留白的地方 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有睁大眼睛的一个细节 看这个这是卧残 我放进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其实这是有两根线 这一根还有这一根 然后这一个三角区域是留白的 这一个 这里 这是我手指指的这里 这一个是留白的 然后呢这里 然后画一根这个线 然后沿着这个内眼线画 然后中间这里是留白的 然后再画一根货残线 然后呢就你看一下 就是这个卧残就出来了 这个不是眼袋 眼袋是这么大的一个眼袋 这个是你看这个轻轻的一下 就是这个卧残就出来了 然后接下来呢会画这个眼头 还有眼尾 还有这个黑眼线的地方 好 好了再来拿这些赏亮的 我拿这个香槟色的这个赏亮的 来点缀一下 就在这个眼前 口红的话我会用到两到三支比较浓郁的 然后叠加在一起 然后配合这个眼妆 干了之后再涂一层 然后再拿棉签 把这个边边给这样子 看起来就有微笑唇的那个线 这里拉一点点出来 然后再叠加这个散亮的唇肉 最后一步就是拿着一个颜色 这个阴影的部分 这样就可以用这个嘴巴 然后会更加的粗粗 更加的锋满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你的观看和支持 别忘记关注我 我是生活在比利时的美妆卜手 西洋狗狗 下期见下期会有更新的内容哦 拜拜下期见